各位阮籃球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欢迎透过我来电视网 收看111学年度 富方人寿UBA大专篮球联赛 公开男一级预赛 第三阶段最后一天的赛程 健行科大的先发五人 高景伟 徐宏伟 丁冠浩 石鲁奇 还有史密斯 当然史密斯是新加入的洋将 在这一个赛季 桥光科大的部分 林明伟 林伟化 杨玉凯 乌俊安 还有刘彦廷 林大人 比赛正式的展出给了士兴 践行其实在各项攻击端来说 他们表现都是这阶点的 百分啊 98分 所以其实也是在这个 进攻火力上非常凶猛 他们进攻的 史密斯有跟上来 所以先往外传 尹伟化 这一球打得是蛮精彩的 代球时间有点久 史密斯赔上了两半 第一节还打不到一半 刘彦廷外线投进 桥光看起来是想要掌握 健行科大给他们的这些外线控 但目前成效只有一球 是 这球放进来直接被丁冠浩抢走了 这个 与其说是防守的厉害 我觉得传球漫步惊鲜的情况比较多 因为进入加法状态了 第一节两边的犯规确实有点多 对才刚过一半而已 乌俊安直接杀到禁区的抛头得分 对我想 从客观来说 还是给到史密斯 从禁区打板 紧 刘彦廷教練其实很新任史密斯 高静伟大肆的球员 给到徐宏惠外线 三分球 没听到的 第一次没有要到犯规 把球救回来 刘彦廷拿到 刘彦廷再往里面走 飞的位置出手被干扰到 苏俊安再抓一个进攻篮板 林明伟的外线 进 这是两波进攻篮板制造出来的结果 籃板制造出来的结果 不过转换过来 健行打得很快 施鲁锡在篮下接获长船得分 这个体系真的 能动作是无法一个人突破 他们全队所防守的 高静伟行进间的出手 去 果然投射的高静伟 场均11.5分 外线命中率高达44.4% 而且高静伟的穿针 以前也是健行无可缺少 高静伟往里面切 挑篮 没有 但是史密斯帮他补进 目前的教练 吴建龙教练 也是能人加上个子弟比 进攻时间快到了 不到5秒钟 刘彦廷 过掉了恩阳上篮得分 恩阳看得出 徐宏伟自己在抓一个进攻篮板 给到丁冠浩四处独角出手 空心破王 对 如同前面朝光那一颗三分球 这一颗三分球也是建立 徐宏伟 丁冠浩外线拔起来出手 好 举 把刘家元给出来 刘彦廷外线的出手 空心破王 刘彦廷外线的出手 空心破王 刘彦廷外线的出手没有 仁阳进攻篮板打停 高举高打 在这个 刘彦廷拿到之后太深了 回出来 黃信祥假动作之后 45度角的外线 举 哇 好正义口气 往往会有一些太莽撞的行动 我曾经听过某几个教练说 他们会刻意提醒孔光 看剑行科大这两个 今天有登陆的两个外籍生来看 史密斯很想起来就是比较挤占力 对 可以直接左翼 38比21 剑行科大是7分领先 哇 丁冠浩外线的出手 所以你要面对史密斯这样外籍生 200公分以上的风阻 史密斯在篮下转身之后 擦板得分 就内线球员技术来说 史密斯从博中开始 他的单打啦 两只手的进攻就很纯熟 哇 孙其森 接到史密斯 集停之后出手 抛头进 就会拿到 哇 结果交球的时候又发生 史密斯 二打二 最后选择自己出手跳投得分 梁玉凯 背框 Low pull 反手的上篮 哇 這怎么很近的 球感他 反手上篮 打板进 外线的出手 黄信祥投进了3分 哎呀 撞在一起 这球给的有点挤了 前面转换快攻的机会 所以刘艳廷在篮下轻松的得分 是这场比赛开始的先发阵 两个原本是替补的张冬廷还有潘伟杰都在场上 史露奇 抛头得分 但是这几年科大 这几年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比较矮小的阵容和烦恼 又是史露奇的抛头得分 这里张冬廷 潘伟杰 还有徐鸿韦尔三个后卫 史密斯抄到球之后自己上篮得 徐鸿韦尔 要给球的时候 给到自己队友的脚上 刘艳廷 进攻篮板再上去 要到了犯规 而且陆琦已经攻下了10分这场比赛 转移到另一边 外线的出手 投进了3分球 刚镜头上看到就是 刘成勋还有蔡成岗 那个也是跟张冬 孙奇森也回到了场上 包含到黄信祥也是 史露奇 面对到刘家瑜的防守 抛头得分 才是比较敏感 所以裁判如果升级也没划输 刘家瑜 哇 这个发着比特 漂亮 我想对乔克来说 会认为恩阳在场上比较好打 篮球智商 篮球的技术上面 恩阳跟史密斯有一段差距 对 你看这球也是专挑 哇 选择自己的调篮得分 刚才实 三截伤了两分钟 哇 这个给球 乔光发生失误了 前面失误一期跑在前面 轻松的快攻得分 看 论 恩阳直接散个火锅 对 虽然盖了火锅 但我相信孟宁赛 不会满意剪行这个退防 对 因为刚才退防 完全没有人 只有恩阳踩一个脚步过去 佳元 又掉球了 今天他个人的失误是偏多的 徐鸿卫 Headhouse 给他外围 哇 韩伟杰外线投进了 感觉拼劲没有展现出来 对 就跟我们前面所说 这场比赛 也许剑行可能已经 几乎把胜利放进口袋 可是如果内容不好的话 这个连加 不见得会放得很轻松 连加 不见得会放得很轻松 对 好 只有这个转换快攻的机会 韩伟杰能够把球掌握在手中 哇 哇 前方一发进来 马上投进了一球 在自己中距离晃过了恩阳 那中级跳投没有进 会马上对抢到篮板的进攻 哇 恩阳球又没有拿好啊 对 可以想象 他这个跑位的观念 是 刘萌萌教练的体系下 会需要 因为他有写一起不断的跑动 那以他的身材 往前跑的就有很大的优势 可是球没有接住的话 什么都别讲 对 那这都是场上经验的累积 丘龄的确是不足 哇 哇 史露奇现在来展现三分外围的炮 史露奇 跟孙奇森的配合 哇 抛头 得分 史露奇又回到自己的拿手 史露奇 抢一个篮板 对 你看到这个进攻 巧光还是在挑恩阳防守的方向打 哇 又是史露奇 这个过人之后 都入聚 多UBA进去球员水准之上 对 陳俊豪 行行行行出手 球弹了一下 进了篮网 王庆祥 外线的出手 太准了 他 行行行 外线28头 14中 5成命中率 恩阳 诶 打一个机会 招包目前分差来到50分 史露奇 在篮下 又是一个抛头 哇 他最擅长的得分手段 刚刚这个进攻 蛮够水准的 对 就算将这个三分外围 其实有六成以上 王庆祥自己抄球跑快攻 1比47 好 要赶点进度啦 看来不希望一下就被 昨天冠分的事情超越 后面跨攻的机会 找到黄信祥 上篮得手 这个文化跟万能 相对来讲 这个战力会 比较接近 所以 感觉上 有可能是一个拉锯战 文化在这个阶段的 预赛表现是 史露奇 哇 空中接力 找到黄信祥 有这么完整的攻击技 所以其实史露奇 就算身高不太够 他还是很让人家期待的 这个球 会不会成为他疲劳性 接下来身体上一直要负担的问题 会值得观察 哇 这个快攻 又是他自己跑出来 而且 厚壮的身材 哇又来了 哇 史露奇把谁就点掉 完全没有人 他选择轻松的上篮得分 哇 史露奇今天一下刷出 还是被挤掉了 哇 又是史露奇 史露奇 35分 这球 乔光到最后 有点气力放进 对 再给史露奇 37分 最后这场比赛结束 今天史露奇 表现的是 非常的全面 也帮助 借金科大 大比分差 击败了乔光科大 再次 8个月 2突起 3 2 2 3 3 感谢观看